马荣终于晒出亲子鉴定报告。 马荣终于晒出亲子鉴定报告!原来孩子居然是他的!真的不敢相信!孩子长大后,脸该往哪里摆啊!有图有证据。 马荣终于晒出亲子鉴定报告!原来孩子居然是他的!真的不敢相信!孩子长大后,脸该往哪里摆啊!有图有证据。 提到王宝强,男影星,你会想到什么呢?是《天下武贼》中的傻根,还是《芒井》中的凤宁? 或者是《冰袭机》中的许三多,我的兄弟叫顺溜中的顺溜。不管你想起的是哪个角色,你记得的必定是自带土头土脑,简洁无华的王宝强,男影星。 如此一个草根绅的人又怎么会引起世界群众的关注?乃至在2016年8月与其老婆马荣离异时,此事风头几度盖国其实正在进行的伦敦奥运会呢?大概你会说不外是个娱乐影星,但事实你仍旧不懂。 马荣晒出亲子鉴定书,王宝强炸了,孩子原来是他的。 各位都知道王宝强,男影星,出自草根阶层,成名后他走向了人生顶峰,迎娶笑话,可是王宝强,男影星,自爆老婆马荣出轨一事在圈内爆炸,各位所脸目的走向人生顶峰迎娶笑话的人,差时认为要吐,颠磨时刻的磨灭,此事妥妥的又被各位健忘了。 不说马荣现身海内,还敢回来败别,还嫌世界网民们炮轰的不足吗? 马荣不单回来败别了,还爆出特大娱乐消息,实在又让马荣火了一把。 预计马荣历练众多的狂轰乱嫁,此刻反国已经不怕被骂了,可是网民们最关心的事情,马荣生的孩子到底是谁的?一直没有回应。 此次马荣抖胆地回应了,直接晒出了王宝强,男影星,和孩子的亲子偷断书,只见确认无血缘相关。 注释就报王宝强,男影星,已经做过亲子偷断,只是他没有流露,我想宝强是在掩护点什么吧?但替别人养了几年儿子的事已证据确凿。 王宝强,男影星,在告状中明示暗示,要求扫除两边婚姻相关,判令婚生后世均由其供养,马荣依法之初供养废致孩子年满18周岁。 这段笔幕中,王宝强,男影星,将两个孩子称为婚姻后世而且与老婆夺取供养权,但愿两个孩子均由本身供养,声明王宝强,男影星,已经间接认可了两个孩子的身份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